還有一個對你利多的消息就是 退出民進黨的台南議長 郭信良日前是站台挺寧 所以好像引發了王惠以哲很不開心 所以他就沒有去出席 郭信良跟立委陳庭妃的聯合肇事活動 這個又惹得陳庭妃立委很不高興 然後還說內情比八點檔還要精彩 你怎麼樣看這樣子的網內互鬥 一般內行人看這一段就說起風了 起風其實不是只有 王偉哲不是只有跟郭議長還有陳庭妃 其實我們在台南市 我們算是只是一個議會的議員 你知道真正內部懂的是他們 整個市政府已經被弄的是 真的官政敗壞 一個人當選三四個人在當市長 那在這種過程當下 當然郭信良是議長我是議員 所有台南市這些議員這次有參選 他都去站台 那我只是因為我是參選市長 那他來幫我站台 那可是隔天黃偉哲的 競選總部成立他沒有要他 所以郭信良沒有去啊 所以他就故意不要他了 對他不只沒有要郭信良 他也沒有要清德兄啊 你知道賴清德是把台南的基業交在你手上 沒有賴清德就沒有今天黃偉哲 當時初選啊 他跟陳庭妃是伯仲之間 還有另外一個賴清德的副市長 顏存佐 是後來看 你恐怕會被陳庭妃引頭趕上超趕 所以賴清德整個能量全部放棄了 顏存佐 而支持黃偉哲 你才贏得初選 結果他 他為什麼不找賴清德呢 他過去 背叛了啊 他背叛賴清德啊 他背叛賴清德 他在今年3月23日就是背叛賴清德 要接受徵召 因為今年人家打他要不要事件嘛 所以他如果不靠鷹派 那蔡英文就不一定要徵召你嘛 而且陳庭妃還要挑戰嘛 挑戰初選嘛 所以他就帶槍投靠鷹派 把所有市政府的所有系統的 黨員票全部交給鷹派 所以他們在今年7月黨職選舉 黃偉哲系統全部支持鷹派 選出來今年的中職會啊 就是2024年 總統提名的最高權力機構 所以你看看 耐心的情何以堪啊 對啊 您向來也以揭發弊案出名 那這一次呢 你指控黃偉哲透過律師當白手套 像當地的這個林努塔業者 所會這個1000萬啦等等之類的 然後呢 那也指控黃偉哲在市場發50元的消費券 不過黃偉哲他都不承認 然後呢也對您提告 然後控告您誹謗 那這些這些事情 你有什麼樣的說明 然後現在目前這個司法官司的狀況 是怎麼樣 他沒有對我提告 是我對他提告 他不敢提告 他不敢提告 對我在議會我也問他 你說要告我嗎 他說沒有啊 我是要告相關人員 你不告我我會告你的 那我就說嘛 我對你的指控哪一件不是事實 我退選 謝龍介我退選 如果你說謊你要不要退選 我就9月20在議會質詢嘛 他說很厲害啊 他說我交給台南市民決定了 對我們看到很多事情 他都用冷處理的方式 包括你攻擊他收賄嘛 然後那他這個用文旦之亂來抹黑你啦 然後那到許忠信指控黃偉哲是憲民等等 這一連串的事情 他都是用冷處理這樣子的方式 你覺得他的策略是什麼 他就是不想讓這些臭事 就是在媒體上不斷的報導嘛 所以你跟葉子吃飯兩次 他竟然公然對媒體說謊說只有一次 109年9月28在神田日本料理 109年10月1日剛好中秋節 在桃山日本料理 那你明明兩次 你跟媒體說謊說一次 所以我就跟他講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要說一次還是兩次 我說你在神田你吃了三道菜以後打包啊 對不對 你吃哪三道菜我都去問好了 哈哈哈哈 那他很厲害喔 他說對啊打包就不算吃飯了 你看看有這種人 這種市場 市場如果是在台北市你看他還能活下去嗎 那所以他就是這樣閃躲 然後那個錢是他叫業者匯給那個律師喔 他也不承認 他說他只做了20分鐘就離開現場 剩下就是律師跟律師在談 我跟大家報告我還 那天我還跟他講你做20分鐘 你是記錯我去問服務生 服務生說你從頭到尾做兩個小時 哇 你知道他怎麼說嗎 哎呦啊那可能記錯了 那油在那邊拖 吃飯的拖那麼多 你故意講錯你現在說你記錯 對一再說往我跟你講 他去的餐廳我都很熟 憲民很多 老闆是我的老鄰居啊 我小時候的鄰居 那現在是他女兒在經營 那裡面服務生我們也熟 所以我們不是說叫他來指控你什麼 我說市長在這裡從頭到尾 他做了多久 是不是20分鐘就離開 沒有 兩個小時 就是用人證物證來證明啦 對 對啊那你去跟人家講這一些 然後你的議員 拉線的議員 錄音我們也拿到了 我們也公告出去啊 你去瞧啊 就是你們在瞧的 那我為什麼提告 我是控告那個業者行賄罪 然後他控告黃偉 就是他指控是黃偉者所賄 我迫於無奈我才行賄 可是檢察官已經收案了 一直到我9月20號 我又把那個錄音帶公佈的時候 檢察官才到議會 又來調了我的執行錄音帶 不會不辦的啦 只要政黨一輪替 他一定會狼噹入獄 我有自信 我太清楚那個過程 用推脫啦 先用拖自主 他就是要拖 先拖過選舉 拖過選舉 拖過選舉以後 他們再去用司法去介入 所以要等政黨輪替 才能夠找出真相 我的判斷是這樣啦 不過人在做天在看 對 人如果沒照天理 天就沒照自己 對